大家好,我是讚 歡迎您進入我的頻道 如果您覺得這支影片不錯的話 敬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唷 今天的天氣非常好 已經休息了一陣子了 這幾天都是在下雨 那大家今天跟我來去天母古道 青山廊道看看吧 GO 現在是9點 我們在霧道入口集結 待會準備要走我們今天的天母古道 青山廊道 剛開始上來都是石板的階梯 據說這階梯有1300多階喔 水管路古道的特色就是沿著水管的上 上來這一段以後就是平緩的石板地形 雖然是在市區 但是空氣還是非常的清新很舒服 到這一段右邊是街下竹林步道 而我們是繼續往前執行 這裡的水管更大隻了 這邊有個涼堤休息區 自在庭 在自在庭這裡 我們可以眺望101 因為今天的天氣很好 所以101的景觀非常的清楚 辛苦我們的鴨隊田哥了 上來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領隊 陳鴻哥也是我的學長 好 休息幾分鐘後 我們離開自在庭 繼續往前行 上來這一段以後 我們往左行 往文化大學的方向 這一段是碎石土路 踩起來呢 比硬巴巴的石板好多了 這一段走起來就超舒服的 非常的棒 落石危險 技術通行 這裡有很多猴子 我們要秉持不接觸 不餵石不干擾的精神哦 這一段非常的平緩好走 再加上微風的吹浮下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我要走一點輕鬆的行程 然後再一點硬的行程 調劑一下 這樣子啊 走起來才會 逍遙又快樂 日石壁的地形 水源禁地請勿計入 今天的隊伍一共有40人啊 非常的多 浩浩蕩蕩的 竹林地形 這裡也可以看到沙茂山哦 接到柏游路口了 這裡我們看到 沙茂山更清楚了 下坡處有10階梯 然後這邊的風非常的涼 我們經過一座美輪美幻的吊橋 又接到柏游路了 走到這一段 天母古道就整段走完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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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vitam愛 這是 努力 h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